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韩此时加强军事合作 打的是什么如意算盘 硬碰硬对抗不断升级 半岛局势是否接近临界点 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俊生先生做分析解读 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当地时间7月18号 驻韩美军士兵特拉维斯金未经授权 从位于朝韩边境的板门店共同警备区进入朝鲜 被朝方拘留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19号回应表示 美国国防部事发当天就已经同朝鲜人民军进行了联系 但没有收到回复 米勒还说白宫国防部以及国务院正共同努力 收集有关特拉维斯金健康状况和他下落的信息 美国五角大楼20号表示 自美军士兵18号未经授权并自愿逃到朝鲜后 朝鲜政府至今没有回应美国或其他国家就这次事件发出的任何请求 对于有报道称 这名美国士兵可能提前与朝鲜取得联系 策划了这次叛逃计划 对此五角大楼表示 调查正在进行 尚未发现相关迹象 美国国务院20号表示 争取特拉维斯金获释仍然是拜登政府的要务 虽然朝鲜尚未作出回应 但是美国政府对向朝鲜传达信息的能力有充分信心 王先生您好 美国防部证实了 说23岁的驻韩美国士兵陆军二等兵 特拉维斯金原本因为纪律问题 应该18号被遣送回国 但是在仁川国际机场逃出了航站楼 19号加入了一个在韩朝边境板门店参观的民间旅游团 进入了朝鲜 据您的分析 这究竟是个人行为还是有人在背后指使呢 综合来看呢 应该说目前看应该属于他个人的行为的可能性比较大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他这个军事出阀的这种严厉程度是非常严厉的 所以这位军人呢 他这一周左右呢 申请了这样一个资格 就是他能够过去参观 其实这个难度通常情况下一个星期很难办到的 那么再一个呢 我们知道这个朝鲜的疫情防空期间对于这种擅自的入境啊 应该说这个处分的这种程度呢 很严厉 我们还记得2020年的时候 当时韩国的一个公务员通过这个西海 想进入朝鲜的时候呢 被这个击毙了 所以这一次呢 从朝鲜的角度呢 也没有击毙的 所以呢 就是说尽管就是说 我们从中共的这种 目前的这种材料或者信息来看呢 应该说属于他个人的行为的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这个里面呢 的确有很多的谜团 那么这个里面呢 当然从过去来看 像2018年一个美国公民在中朝边境非法入境的时候 进入朝鲜的时候 在神韵期间呢 他也透露出说 像中情局在背后支持的 当然这些都是猜测了 但是我想目前综合各种信息来看呢 应该说个人的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呢 也不能完全排除背后有其他的一些阴谋 看到美联社获得了一份判决记录 特拉维斯京去年10月 也在首尔袭击了路人 并且损坏了警车 被判罚款500万韩元 折合人民币大约是28000元 还被指控在首尔的一家夜总会 殴打了一名23岁的韩国男子 该事件发生以后呢 曾一度成为韩国媒体的头条新闻 他被关押了一段时间以后 7月10号刚刚获释 这一连串的事件能否反映出 驻韩美国士兵 其实存在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其实驻韩美军在韩国的土地上 境内经常出现一些违法的一些事 应该说这样的事件在过去 应该说比这次事件 还要严厉的事件也很多 我觉得这个里面的原因的确很多 应该说有一些深层次的矛盾 最核心的一个矛盾 就是美韩同盟关系的不平等 美军在韩国境内 应该说犯了罪之后 无意犯了相关的规定之后 韩国没有处分的这样一个权利 所以往往就是关押一段时间之后 最终怎么审判 还是美国来决定 所以这也导致 应该说这些驻韩的美军 应该说在韩国境内 肆意的应该说做一些违法的事情 那么这一次看来也是这样 在夜总会打了个人 而且踢到这种警车 实际上在韩国的这种处分 就是关押了应该四十来天 应该说时间还是比较短 所以我想这个里面 它的确凸显出 应该说美韩同盟关系的 这样一个不平等性 那么再一个 当然从美军的角度 这些年轻人远离本土 那么在韩国应该说服役 那么这么长的时间 也有思念家乡 包括这种与亲人这种隔离等等 分开什么 我想这个确实也造成了 一些情绪上情感性的问题 总而言之 我觉得它既反映出 美韩同盟关系之间 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同时也有一些 就是说我们说 个人情感上的一些问题 朝鲜方面 针对该事件事还没有表态 按照美国务院发言人的说法 朝鲜方面也还没有 就美国防部的联系 做出一些回复 您认为朝鲜会作何反应呢 为什么迟迟不表态 应该说从朝鲜的角度 它当前当务至极 肯定是在评估这个事件 也就是说究竟这个人 它进入朝鲜是完全是自愿的 还是背后有其他一些阴谋 如果说要是完全自愿的话 我们可以想象朝鲜 它绝对是要利用这样一个事件 来去做宣传 政治宣传 因为在当前我们知道 美韩大肆地去宣传朝鲜的人权状况 那么从朝鲜的角度 它可以借此去批评美国韩国 那么再一个它肯定会借机 那么去给美国要一些钱 资金 你要想把这位同志带回去 那你要赔偿一些资金 但是还有一个 如果说朝鲜想顺水推舟 想和美国进行谈判的话 那么在这个互断过程当中 也可能进行谈判 所以如果说这位士兵 他要是自愿的话 我想从朝鲜的角度 他会评估下一步的做法 当然如果说背后有什么阴谋 假如说那么背后有什么势力 支持这位美军的这种士兵进入朝鲜 我想从朝鲜的角度会非常的反感 一方面我们说 他要假如说是支持的话 肯定想借此和朝鲜进行对话 因为从朝鲜的角度 他之所以反感一方面 应该说朝鲜的态度非常的明确 因为美朝的这种接触的管道很多 朝鲜通过其他接触的管道 一定给美国释放出 不想对话的这样一个信号 而且那么这样一个擅自的这种污境 应该说作为士兵 现役的士兵 那么对朝鲜的主权也是一个干涉 同时在朝鲜严厉的这种疫情防控的背景下 有可能会带来这种病毒等等 所以从朝鲜的角度 我想他当务至己 还是在评估 这件事情是纯粹是自愿的 还是有其他一些阴谋 其他一些或者说势力和人在后面支持 现在有评论认为说 塔拉维斯金的这个事件将会成为拜登政府的软肋 而对于朝鲜来说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四年前特朗普是与金正恩进行了密切的互动 同时鉴于拜登这些年对于朝鲜的不友好态度 也不排除朝鲜方面会趁机送给特朗普一个政治大礼 您认为特朗普会否做出一个大胆的举动 在选前亲自飞往平壤捞人呢 的确这个事件应该说让拜登政府非常的被动 不管他是自愿去的 还是说有背后在指使他 应该说从拜登政府的角度 应该说这件事情都会非常被动 因为这位士兵应该说他作为一个现役的士兵 他对于美国国内的军事的设施 对于驻韩美军的一些基地 包括一些人数等等 应该说他还会了解一些情况 那么这样一来 这位士兵到了朝鲜之后 我想他要是假如说想居住 想留下来生活 他多多少少会给朝鲜透露一些信息 那么这一点在当前 我们说半岛局势高度紧张 甚至战争看起来也有可能会爆发 随时可能会爆发这样一个情况下 也就是说美韩试图用军事的压力对朝鲜施压 那么这位士兵有可能会把美韩相关的一些军事信息 给朝鲜透露 那么这一点当然对于拜登政府而言是非常的被动 当然我们刚才谈到 如果说是背后有势力在后面支持他 结果也不可能像拜登政府预想那样 因为从朝鲜的角度 他会对拜登政府类似的行为 特别这么鲁莽的行为会非常的反感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不管他是自愿的 还是说背后有人指使 我觉得拜登政府都会非常被动 但是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 我们知道从朝鲜 他底确喜欢和特朗普打交道 双方的这种三次会面 包括书信来往很多 再加上美国的国内政治的这种 那么激烈 斗争的非常激烈 再加上朝鲜也对拜登政府 对朝的施压 不仅在军事层面 包括人权层面也非常的反感 所以不排除 如果说特朗普提出来这样一个想法 那么我想朝鲜 答应他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从朝鲜角度 他又希望借此 让美国的国内政治 这种矛盾更加激化 我想这个恐怕接下来 这个好戏应该还会非常多 现在看来 美国方面已经开始主动的接触朝鲜了 美方如此急迫的原因是什么呢 美方这一次要拯救大兵 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这一点我想从拜登政府的角度 正如刚才我们谈到 首先在军事安全层面 那么它涉及到 有可能会泄密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再一个 从美国的角度 特别从美国的角度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拿人权来批评朝鲜 但是这一次 作为现役的一个士兵 那么或者自愿的进入朝鲜 其实也让拜登政府脸上没有光彩 当然这个里面还会涉及到 刚才我们谈到 美军在韩国的一些 违法反对的这些行为等等 所以我们看 就是说这些反思中农 实际上都会让拜登政府会非常的被动 就这件事情 他怎么处理都不太好 他去接触 朝鲜也不愿意去理他 但是不接触 我们知道 美国他向来对这种现役的这种士兵 或者说美国的公民 特别像朝鲜这样的国家 作为美国所谓的这种恐怖主义 支持恐怖主义 还是敌对国家 那么他会想完事了 老回来的 所以我想从拜登政府的角度 的确这样一个事件 他会非常的担心 甚至会非常的敏感 美国士兵叛逃到朝鲜的这样的情况 虽然极为罕见 但是历史上却不止一人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统计 近几十年来 至少有六名美国军人 选择叛逃到朝鲜 除了其中一名以外 其他人都穿越了非军事区 这次事件与以往的几次相比 有什么样的特殊性 对当前的半岛局势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这次 它确实有一些不同于以往的地方 首先就是当前 我们说朝鲜还处在一个疫情 大义的这样一个背景下 那么边境严密的封锁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我们知道任何的进入朝鲜的行为 都冒着生命危险的 像过去可能朝鲜就是允许你进来 然后再进行审判 但是从这几年来看 基本上进入朝鲜的途中 这种生命的危险可能是非常大的 那么当然还有一个 整个的东北亚地区的局势 乃至于说大国关系 中美关系都出在一个非常 我们说非常诡异 甚至非常紧张的这样一个背景下 像过去出现类似的事件 大国之间 或者说地区国家之间 还有一个协调与合作 但目前来看 美国更多的是和它的盟友进行协调 所以我想都使得这次事件 可能处理起来 比以往更加的困难 那么在您的分析来看 美方这次是否会来寻求中国的协助 毕竟美朝关系此刻是处于一个历史第一点 您怎么来看 这件事情无论是从地区问题的解决 这种规律上来看 还是说就这样一个事件本身来看 毫无疑问 我觉得从美方的角度 应该和中国协调 应该说从美国的角度 它迄今 它主要是和韩国沟通和瑞典 但是我们知道 韩国现在随着英西约政府上台后 对朝的一个施压 双方的这种沟通完全切断了 没有任何的渠道 瑞典也是因为疫情事关关闭 实际上它找其他国家是没啥用的 可能在其他实践 或许还有一些用 但是在当前背景之下 应该说寻求这两个国家的支持 是没有啥帮助的 当然它和朝鲜直接的沟通 朝鲜没有回应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我们可以想象 对于美方而言 如果说它不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 大国竞争的考虑 意识形态的考虑 真的想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它应该和中国协调 毕竟在这个问题上 我想中朝的这样一个关系 还是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 我觉得恐怕都会有助于美国 顺利地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感谢您的分析 美国战略核潜艇停靠釜山港四天 朝鲜国方向强春南严肃警告 强春南警告美方称 美国派遣战略核潜艇停靠在釜山港 是对朝鲜最为露骨和直接的核威胁 美军将向韩增派战略核潜艇等 战略武器的计划付诸实施一举 满足朝鲜国家核武力政策法令 所规定的使用核武器相关条件 他还指出 美方将核潜艇部署至韩国是越线行为 这使得半岛军事安全形势有了根本性变化 对此韩国国防部21号发布 对朝国方向谈话的立场 指出韩美核磋商小组开会 和美国战略核潜艇访韩 并非谋划对朝动物或进行核威慑 韩国防部还称 正如韩美两国在核磋商小组首会上明确的那样 朝鲜针对韩美同盟的一切核攻击 都将面临同盟第一时间的压倒性决定性反制行动 朝鲜政权要醒悟 拥合只会加剧孤立和穷困 韩方敦促朝方尽快自觉走向无核化道路 虽然根据韩联社的报道 美军战略核潜艇已经驶离福山港了 但是时隔42年 美军战略核潜艇再一次到访韩国 而且一停就是4天 美国为什么此时做出这样的举动呢 美韩核磋商小组会也是在同一时间举行 这一系列的举动 对当前的半岛局势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的确应该说时隔42年之后 战略核潜艇再次停靠在韩国 应该说是对韩国还是对朝鲜 乃至于说对周边 应该说这种影响都会非常之大 上一次如此的停靠 还是在冷战期间 那么这一次停靠 我想是最直白的最直接的 向韩国提供这样一个核保护 表明对韩国进行这样一种核保护 当然同时也是对朝鲜的这样一个核威胁 过去尽管美国也曾经对韩国明确说过核保护 但是这一次是直接把战略核潜艇停靠过来 当然从朝鲜的角度 那么这样一个威胁也是最直接的 最赤裸罗的 包括核挫伤的这样一个机制正式启动 我觉得都表明美韩关系正在发生一个质变 这个质变主要是在军事安全层面 因为过去美韩的军事关系 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 主要是在我们说常卫武器上 这种战略武器的进来 无非是在联合军演期间 但是这次我们看到 它是在非联合军演期间 它的这样一个战略核潜艇停靠 包括核挫上机制的启动 它都表明了有可能美韩的军事安全同盟会升级 也就是说我在非联合军演的时候 我也可能把我的这种战略武器停靠在韩国 那当然它如果说 寻着这样一个逻辑再往前推的话 我们可以想象 它将来就有可能那么长期会在韩国部署 所以我想它透露出来的信号 包括本身的一个威胁行为 对于半岛的局势 对于周边的安全 我觉得这个影响都会非常大 朝鲜的国防相强春男 他是发表了声明 说这是对朝鲜构成的最露骨 而且直接的核威胁了 并称这可能符合了朝鲜使用核武器的条件 您会如何来解读他这一表态 在美国核潜艇抵达韩国几小时以后 朝鲜变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 您认为这是不是朝鲜方面有针对性的一个示威 我想从朝鲜的角度 它的确它对此会非常的敏感 它首先是恶化了它的外部环境 从朝鲜的角度 尽管它近年来核岛发展的不断 但实际上它还是想发展自己的经济 但是发展自己的经济 它需要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它实际上为了这样一个良好的环境 它实际上也是通过核岛的发展 也是希望强迫美韩和它进行谈判 但是我们看到美韩实际上并没有和它谈判 而且通过这样一种行为 上朝鲜释放的信号 应该说对它的施压更大 可以想象应该说朝鲜面对的外部的环境更加的恶劣 那么再一个应该说抵消了朝鲜的这样一个 军事层面的这样一个优势 朝鲜过去对于美韩实际上是通过它的战略武器 对美韩的这种常卫武器 那么正如刚才我们谈到 过去美韩的战略武器 包括核潜艇 包括航母进来 无非是在军演的时候 但是美韩的这样一个行为 包括核挫上机制 实际上像朝鲜透露的 它也是通过对朝鲜的一个核威事 让朝鲜放弃相关的一些核岛行为 实际上这抵消了朝鲜过去 靠它的核岛来威视美韩的这样一种做法 当然还有一个从朝鲜的角度 如果换位思考朝鲜 它觉得它和韩国和美国 处于一个敌对的这样一个关系 美韩都有可能随时都有可能会打过去 那么成为武器 当然我们说打过去 想消灭的会非常的困难 但是我们说通过这种战略武器的部署 特别像核潜艇 这种这么多的核弹头 包括这么多的威力 甚至可以短时间内摧毁一个国家 我想从朝鲜的角度 它从极限思维 极限思维 它可能也会感觉到自身的安全的威胁 也会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看 无论它是发展经济也好 还是说双面关系的改善 还是说自身的安全的这样一个考虑 应该说对朝鲜而言 应该说都是非常大的这样一个事件 此次停靠在釜山港的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 究竟具备什么样的威力 为什么会令朝鲜如此紧张 因为这样一个 我们说核潜艇 它首先它是一个战略武器 战略武器应该说它 无论是我们说武器攻击的这种距离上 还是说威力上 它都会非常的大 那么实际上 它即使不在半岛 它即使在像夏威夷 像关岛 它完全也可以进行很大的这样一个破坏 甚至这种刚才我们谈到 它可以消灭一个国家 那么当然它把这个东西是部署在韩国 那么最赤裸裸的向朝鲜表明 如果说你请你忘弄 那我可能先消灭你 那么这一点实际上就是 林熙岳总统他也亲自讲 如果说你有相关的行为 你都面临政权这样一个接触 所以当然从朝鲜的角度会非常的担忆 因为我们说它本身的武器 它的威力是一方面 它另外发出的信号 我想从美国的角度 它也通过这样一个行为 实际上不仅仅说对韩国提供一个强务力的这样一个保护 拉拢韩国 对朝鲜的释放一个警告 同时也是对地区相关的国家 我们说作为这么一个威力这么大的一个战略武器 你不说在东北亚 我们说大国邻里 像中国俄罗斯周边 它实际上对地区这样一个安全环境的破坏 也非常深远 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应该说它通过部署 应该说它有多方面的考虑的 实际上 我们看到韩国总统尹锡悦 是携着夫人登上了美国战略核潜艇肯塔基号 并且视察了潜艇的内部 成为了首位登舰的韩国总统 尹锡悦为何如此高调呢 此举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我觉得尹锡悦他如此高调的话 他表面上看的是对朝鲜的 他是说对朝鲜施压 应该说这个效果非常明显 因为他上台一来对朝 无论是改足统一部 还是说对朝鲜释放的信号等等 都是要施压 要通过施压的方式让朝鲜改变 那么当然 那么这样一个核潜艇在韩国的停靠 对朝鲜的施压是前头未有的这样一个做法 所以他认为是他的一个成功 那么另外一个我想深层次的原因 从尹锡悦政府的角度 或者尹锡悦本人的角度 它实际上是代表了强化与美国的这样一个同盟关系 因为我们看到尹锡悦上台之后 他的外交的一个指向 我们说包括对朝 就是整个对外的一个指向 就是与美西方站在一起 那么当然他背后 他的原因就是他所谓的全球枢纠纠国家 这样一个新的定位 他认为这样一个定位 无论是国家利益 还是说价值观等等 都要和美西方的绑在一起 特别和美国 美国把如此先进的武器 我们说威力如此大的武器 战略武器 在韩国停靠 实际上是代表了美韩同盟 进一步往前走 而且从技术层面讲 随着双方的这样一个军事安全的合作 更加的紧密 我们说互操化 一体化 美韩同盟更难以破裂 因为美国他要假如像从这个地方离开 可能承担的这个成本代价更大 我们说再加上 刚才我们谈到了核措上机制 作为一个机制化的这样一个安排 我想从尹西越角 他如此高调 实际上也代表他上台一来 和美国改善同盟关系 强化同盟关系 实际上突破 美国此次将战略核潜艇停靠在釜山港 对于半岛周边国家 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来说 会带来哪些具体的安全威胁呢 又会对当前的中美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想这个古巴导弹危机 我们记得都非常清楚 当年苏联在古巴 部署相关的导弹 引发两个超级大国 战争一处激发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美国把战略武器在韩国停靠 乃至于接下来有可能部署相关的战略资产 对于中国 对于俄罗斯这种安全的威胁显而易见 大国之间 我想不能撕破脸 尤其在安全上 要给对方一个台阶下 而且双方 无论是地区问题还是国际问题 应该说双方合作的这种领域和空间 还都非常大 更何况双方的这种经贸的 这种利益 共同利益 包括人员等等 远远超过当年的美苏 所以可以想象 应该说 中美关系 包括安全关系 对于双方的利益的维护 都至关重要 当然对于地区和全球 这种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 也都非常的重要 那么美国 应该说在韩国 那么停靠这样一个核潜艇 实际上 它发出的信号 应该对中国而言 应该说非常的负面 而且非常危险 首先我想 本身这样一个事件 对于中国的这样一个安全的利益的这种影响 显而易见的 同时 它也会影响到中美之间的这样一个互相关系 那么当然如果说 我们继续往前看 或者说美韩的这样一个核挫上机制 相关的一些安排上 那么美国也有可能在韩国部署相关的战略资产 我记得在今年4月份双方打成的核挫上机制的时候 当时里面还高调的提到 美韩就在韩国部署相关的核武器和韩国进行这样一个挫商 其实它留了这样一个口子 也就是说它最近的这样一个做法仅仅是我们说第一步 如果说不及时的制止再往前走 它把相关的我们说战略武器 甚至包括战术核战略核部署在韩国 那它对中国的威胁会非常的大 所以我想这样一个事件 无论是它对中国的现实的客观的一个安全利益的这样一个损害 还是它发出的对华发出的这样一个 怎么发展关系的一个信号 我觉得对于中共关系而言都不是一个好事 当然也不利于说地区其他国家 或者说全球啊 其他相关一些问题上的合作 好的 今天感谢王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 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